立法院今天开始召开临时会要审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核四公投等等的重大议案 一大早公投护台湾联盟就号召了近百人到立法院大门前抗议 也跟远景爆发了推计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也扬言 绝对不会让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轻易过关 口号声和口号声一刻都没有停过 临时会的第一天立院前广场就很不平静 公共护台湾联盟大约100名民众声称为了反对服务卖台占领立院前广场 与警方爆发激烈拉扯 过程中还有人会太激动了昏倒在地 就连柯建民都忍不住说话 不过针对这次临时会要召开的服务会议 柯建民的态度很强硬 国民党则表示尽力而为 另外民众持续抗议 院内朝野双方也打得火热 这场服务攻防战短期之内恐怕还无法落幕